互聯網是要操控的 即是挑戰共產黨的 現在怎樣去管理社會呢 社會管理是怎樣創新的 因為現在的網絡面臨互聯網的世界 你搞不到全部有這麼多網站 他要管理 他要管理 所以你說為什麼維穩的費用 是會比國防預算多 就是這樣 你只是胡錦濤在中央黨校2月19日這個講話 這個專題大家沒有留意 這個很重要的信息 即是加強對互聯網的操控 因為他看到現在埃及也好 特尼斯也好 其他全部就是因為互聯網被搞死的 你明白嗎 現在共產黨對媒體的控制 和其他國家是很不同的 他意識形態部門 他永遠是牢牢操縱在自己的手裏面 那現在去到胡錦濤這個層次 都覺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要在那些培訓班裏面對省級的 他這個講話一定是數以很多個月前講的了 這個真是很奇怪 加強完善資訊網絡管理提高 對虛擬社會管理水準 是想見全網上輿論引渡機制 是吧 所以你無法動的 是吧 所以即是說 類似埃及或者特尼斯 或者現在我們看到中東 這些所謂因為抹理花革命 而掀起的反政府的浪潮 在大陸真的 如果你通過互聯網去做 我想相對比 可能值得有一個題目 還有接著的發展 會有多值得關注呢 就是這個民間 就像剛才你所講的 中央政府各方面 對這個網絡管理的加強 和那些措施呢 就是民間有什麼方法和手段 去抗衡和發展民間的網絡的工作 和有關訊息的流通 這個就是 因為你逢有這個中央政府 有這個政策和行政措施 民間他們都有回應的方法 所以就好像打油擊一樣 是吧 即是你中央共產黨 有它的政策方針 民間也有些人才 在大陸的社會上 去回應這個群眾的訴求 我早兩年看過一本大陸出的書 就講大陸的那些博客 即是講這些博客 即是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即是我們香港很多博客 那些博客 譬如現在有微博 有自己的blog在那裡寫東西 然後會有很多人看那些 所謂的博客 大陸有一個很出名的叫北風 北風它處理了 即是溫超雲 它真名叫做 它那個blog是很受歡迎 它搞很多維權的事情 後來就被法國人權委員會 2007年頒獎給它 那時候最出名的就是在廈門 那時候搞那些 那個二甲本工廠引發那些環保抗爭 那它就通過那些手機 網路的訊息 那些blog 傳出來 令到這個抗爭引起很多注意 那時候發國班有獎給它 那當時那些人呢 就是他拿獎的時候 他就說 中國的民眾要學習 怎樣利用這些新的媒體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他就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說話 他說 你所站立的地方 正是你都中國 你怎麼樣 中國變怎麼樣 你是什麼 中國變什麼 你有光明 中國變不夠 嘩 這句說話就是 大佬好東西啊 就是說你一定要 就是靠你自己去 把你的意見表達出來 但沒多久就被人搞定了 沒多久 沒多久這個阿哥就 就是所有他在那個新浪網 網易啊 騰訊啊 所有他那些主要的網集 全部被人關閉 是吧 這些是其中一個例子 很多啊 這些人 你明白嗎 所以你說要通過這個互聯目 這個是另外一種鬥爭 就是這種鬥爭 就不是你在街頭鬥爭 就是被公安抓你這種鬥爭 這種鬥爭就是你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 去跟共產黨鬥爭 這個就是等於我們很佩服那些在廣州 在長海 在北京翻牆 聽這個香港人網路 所以這個新的網絡革命 就是究竟在這個中國內地 怎樣去演變 和怎樣去發展呢 可能又是一個很新的 我記得先 08年選舉之後 我去台灣開了一次 新媒體的國際學術會議 有幾個大陸官方的媒體 進來參加 我那時約莫提過一個這樣的概念 接著就給了這一張 這個是08年 現在是兩年多之前 那篇論文現在都在 可能現在CIA重點研究工作 就是怎樣去突破這個 中國內地的互聯網的管制和控制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老蕭 現在這麼有興趣做網 當初我們98年合作做互聯網 到現在 現在說的是十幾年 都繼續屑而不死 因為開始看到一些成效 那個成效不是你搞了一個網之後 你賺多少錢 而是你搞了一個網之後 所產生的影響 順便能你說一句 我們想到新台革命會有些活動 是 其中一個4月9號10號 那兩個星期六日 我們有些團去黃花江 好 廣州 是廣州 有些朋友有興趣 可以跟我們辦事說過嗎 好的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是禮拜四見 記得禮拜三 1點鐘就是打發完